很快就過了一個月 我們上個月檢查的數值還不錯 那醫生是有建議我們說 看你有沒有想要多觀察兩個月 那現在是第二個月嘛 今天是旌旗的第四天 算是第四到第五天 那我們就是回醫院預約好了 一樣再回去做超音波的檢查 看數值怎麼樣 如果跟前一次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我打算可能就這樣 我們就開始打針劑 進入準備動卵的這個療程 每次想到要回院手禁療程 最怕的就是打針 那遲早都要面對 不想打也得打 趕快來去做檢查囉 剛剛做完廠 現在等趕著 風景很漂亮 下滾壓 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會讓你每天打三百單位的排卵針 然後後續我們就下禮拜一早上再回來追蹤 看一下這十三顆有沒有順利長大 因為有些不涼的他可能就會萎縮掉 嗯哼 對對對 那我可以回來打嗎 可以啊可以啊 那你每天都要回來 可以可以可以 剛剛已經去給許醫師看過這第二次的週期 那軟炮的數量看起來是跟上次差不多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打針的療程 結果那個打針的療程其實速度很快 這個禮拜打完針 醫生說下週四五六左右就可以取軟了 那我們現在先等就是藥劑師跟護理師 Zerrin幫我們準備那些要打針的療程 就要進入打針的療程了 很緊張 XD 這個您的手上說 因為他有點緊張 嗯 用來 是嗎 不錯嗎 可以嗎 好都可以 那就這邊吧 好那我先把這裡 很乾就要很live 然後就這樣 ok 它會很深嗎 嗯 還好 不會也很好 那你一直在幫我搖好就可以好了 今天的療程已經結束了 然後我已經回到家 想說綜合整理一下好了 對 今天也是 其實都在預期之中 本來應該是上個月的 經期的週期就要準備要動軟 那上個月就是 測到的軟泡數量大概是13顆 想說再觀察看看 因為以我的這個 就是我之前檢測出來的 質量應該平均值可以到15顆 觀察個兩個週期看看 如果有更多的話 當然我們就選擇更多的那個時候 再來做動軟的療程 那上一次測到是13顆軟泡 這次再回來測 也是13顆軟泡 所以平均大概就13顆了 這一次就覺得說好 那既然都沒有再增加或減少 那就直接進入動軟 那檢查完之後 醫生就針對這次檢查的結果 稍微做一個說明嘛 然後也跟我再詳細解釋了一下 如果我今天決定要開始進入 取軟的這個手術的話 現在就 今天就會開始打針 一直打到取軟之前 那評估過後 我的狀況 今天是禮拜一打第一針 然後醫生是說 我大概可能會打到下禮拜三吧 那預計是取軟的手術是下禮拜四禮拜五 或禮拜六其中一天 看這段時間軟泡的成熟的狀況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這樣 但這個還蠻出貨我內疗 因為平均大概才兩個禮拜就要準備取軟了 再來就是針對打排軟針這件事情 因為在這之前我有上網去查一些資料 就有發現 因為我個人其實是非常怕打針這件事 從上一個週期到這一個週期 最害怕的大概都是進入要打針 很怕針這件事情 那打針這件事情 我搜尋的結果就是有分長孝針跟短孝針 長孝針的話 它打一針可以維持大概七天 七天以後再打第二針 那費用會稍微貴一點 那另外一種就是短孝針 短孝針是每天都打 每天都打 然後打到取軟之前 所以這一次我也有問一下護理師說 這兩個針劑的差別 那當然是說 如果你真的很怕打針的人 你可以打長孝針 就是等於是 你今天打第一針 七天以後再回來醫院 醫生在幫你 不是醫生 就是護理師在幫你打第二針長孝針 的這種狀況 我本來其實是很想要打長孝針 因為只要哀兩 本來想說只要哀兩針 可是護理師說其實 並不代表打長孝就只要哀兩針 因為打長孝還有一個狀況是 有可能你至少要打兩支長孝針 打完長孝針之後 因為還會有幾天的時間到 驅軟手術 你還是會結合一些短孝的針劑 那你省的針也沒有很多 那像我是已經決定是說 因為我每天都要回診所 請醫生 請護理師幫我打 那就沒有差 其實如果打短孝針的話 比較好控制 比方說有沒有不舒服的狀況 或者劑量有沒有要調整 費用其實落差不大 長孝針一針大概是三萬多 護理師說的 那短孝針 以我這次的費用來看的話 是一支大概是一萬多 所以我打的是一個叫 備運力的排卵針 那它是可以調整劑量 講一下我今天打針的感覺 那個針有圖片給大家看 針看起來很長 可是現在的針真的改良到 真正的針頭大概只有這麼短一個 然後它是捏那個肚子的一層肉 捏起來之後紮進去 然後針劑再打下去 那我還是不敢打劑 雖然它針很短 看起來也很細 但是那個針要下去的那一剎那 我也是不敢看 但實際上你問我痛不痛 說實話真的不痛 比我們自己光衣服被掙扎到那個痛 比起來其實是差不多的 不會很痛 只是那個針的那種恐懼感吧 還是會有一點點小壓力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要做這個療程的話 是不用太害怕的 沒有那麼痛啦實際上 那接下來就是看我的 軟泡長成的這段時間 會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我自己其實平常都有一些運動的習慣 所以醫生也有特別交代我說 其實我現在針劑打下去以後 不要做太劇烈的運動 因為它等於是已經開始在養我的卵子嘛 如果我太劇烈的運動 它怕我的那個子宮會有扭轉的狀態 會影響到讓我不舒服 或者是造成卵子的一些淘汰等等 所以這段時間它就說可以散步 緩慢的運動還是可以做 但是劇烈的運動像跑步 或者是跳舞 可能就要暫停一下 那預計可能會挺到三週 因為這週打針 下週取軟 但是取軟完之後 也不建議馬上就有劇烈的運動 就會有三週是要稍微調適一下生活的作息 不要太激烈 然後不要搬重物之類的 那今天開始進入療程 然後你看這樣子跑下來 第一筆大筆的費用就支出了 其實我整路上都有在思考這件事情啊 本來其實當然花那麼多錢 難免就會覺得有點心疼啊 那麼辛苦賺的錢 所以我來想想覺得蠻感謝自己 也覺得自己很棒 因為有那個能力可以去負擔自己的未來 然後去做這個手術 然後做這個 克服這些你什麼都不知道位置的恐懼 只是為了讓自己的未來多一個保險嘛 多一個保障 有這樣的能力 我覺得都要給自己一個大大的掌聲 那如果你們也有想要進入像這樣子的療程 我覺得也先給自己一個大大的鼓掌啦 為我們的未來一起加油 當中你有家人有朋友可以支持你 那就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那沒有的話我覺得也不用太灰心 也不用太失落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給自己未來一個很大希望的正能量的事情 就跟我們一樣 我也是一個人去承擔 一個人去看醫生 一個人準備要做手術 你說我會不會怕 會不會恐懼 會不會有孤單的感覺 其實都會啦 但是你光把未來這個藍圖放得遙遠一點 看到的都是希望 就不會那麼害怕了 接下來就每天回去打針囉 如果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我再跟大家分享這段打針的過程吧